新冠疫情在美国快速的扩散 也让许多企业被迫停工 造成了民众的失业 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郑伯恩律师 郑律师在加州除了联邦政府 所发放的失业救济金之外 在什么样子的条件之下 民众也可以领取州政府 所发放的失业救济金 加州的法律有三种方式 你可以拿到福利 如果你被肺炎影响到 第一个如果今天 你被公司辞掉了 因为你没有工作了 因为肺炎 你是可以拿到失业金 可是再提醒你 关于失业金的话 你一定要当成一个正式的员工 失业金在加州其实很少 每一个月是只有几百块 可是这个几百块 在现在的状态的话 是很宝贵的 所以我会鼓励你申请 第二 如果你是因为在公司的话 得到这个肺炎 你可以拿到工伤保险 所以你工伤保险也要报 第三 如果你被肺炎影响到了 有一个第三种方式 你也可以拿到政府的 加州政府的福利 就是SDI State Disability Insurance 这个你也可以拿到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雇员 在加州的话 你是有三种福利 不是从联邦 从州可以拿到 郑律师如果雇员没有被裁员 只是工时被缩减 是不是也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 如果雇主没有把你离职 可是有减少你的工作的时间 你可不可以拿到失业金 法律师讲说你可以 所以如果你以前的话 每一个礼拜是工作40个小时 然后现在有缩软到20个小时 还是你的工资也有减少 你这个所谓的差别 虽然你没有办法拿100% 你还是可以拿从政府 加州政府可以拿到一部分的福利 另外联邦政府也通过了 HR6201法案 在新冠疫情的期间 来保障受病毒感染的员工 身为雇主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员工 在4月2号以后 他有面临所谓肺炎的问题 你要让他在家里隔离 你要付他80个小时的工资 这个HR6201为什么写了很魔力两可 他有讲说如果雇员有被影响到 可是雇员他也要证明说 他没有办法在家里工作 这个是一个法律规定 第二这个HR6201有讲说 如果雇员有被影响到 是因为他的小孩子 就是雇员的小孩子的学校被关了 这个也可以拿到这个政府的福利 所谓的雇主的福利 郑律师如果有雇员因为担心来上班 被病毒感染 所以不想来上班 这时候雇主能不能开除这名员工 法律上你是可以 可是我要让你知道 从我的判断 我觉得6月1号到6月中的时候 特别在比较干燥的地方 我们的肺炎就已经控制好了 会有很多的新的官司出来 为什么会有很多新的官司出来呢 是因为第一 我们有很多新的法律出来 第二我们没有官司 第三很多雇员觉得他们被伤害到了 所以要让每一个雇主知道 虽然这个雇员不是很好 可是现在不是最好的时间 解雇一个员工 如果你是官公司的话 这个我理解 可是解雇特别一个员工的话 他一定会觉得这是非法解雇 非法解雇如果有发生的话 很多次一个雇员来找律师的时候 可能律师判断会觉得 这不是一个非法解雇 可是会发觉说 你的公司的行为 有别的地方没有做好 可能没有付加班费 可能这个雇员有来 有讲到别的员工 有被心骚扰到 所以要知道 虽然雇主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好的雇员 也会有不好的行为 可是要雇主知道说 雇员来找律师的时候 律师判断不是为了只有解雇 他也是在判断你全部的公司 如果你全部的公司里面 内部里面没有做好的话 这是会有集体诉讼发生的 谢谢郑律师接受我们的专访 在这边也要提醒所有的雇主跟雇员 双方一定要互相的谅解 才能够一起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局 而如果观众朋友对于劳工法律 有任何的问题 也一定要请教专业的律师 才能保障自身的权益 现在就把现场交换给棚的主播